另外指揮中心拍板放寬春节的检疫方案 消息一出各地的防疫旅馆电话都被打爆了 南投就有旅馆业者抱怨 许多民众召集更改订房 这清销人力都得重新来安排 而且全线的防疫计程车才8辆 旅客返台后要做PCR或是去防疫旅馆 都得搭计程车 到时一定会大乱 而南投县府目前规划了中大型的巴士 加入载送的行列 也这样安排医护人员进入防疫旅馆来裁剪 对此指揮中心也预估 在明年1月份防疫计程车的量能会稍微痴情 呼吁地方政府积极招募 防疫计程车队在疫情下守住国门第一线 如今春节检疫再放宽 就担心大量民众反台量能不堪负荷 担心找不到司机加入防疫行列 南投有旅宿业者抱怨 全线防疫计程车才8台 但目前春节三种检疫版本并行 反台旅客要做PCR 要去防疫旅馆都得搭计程车 到时一定大乱 在防疫计程车量能要稍微会痴情 应该是在1月1月的时间 那到现在还有一个半月 那也呼吁地方政府可以积极的来招募 那生意还很好 目前我们是朝着防疫大事方向 以及医护人员进入防疫旅馆来进行裁剪 地方政府防疫配套要到位 恐怕还需要时间 因为不仅计程车量能吃紧 防疫旅馆人员电话也接到手软 有业者无奈表示 许多旅客着急更改订房 除了要重排房间 还要调动消毒人力 不像外界想象的 7天之后又可以接一轮客人 这么简单 客房里里外外消毒不马虎 中央方款入境检疫规定 但地方防疫量能跟不跟得上 已经是一大难题 接政策达的报道 接政策达的报道